大家好我是肥宅 這種連續不能外出的情況 大幅度的改變人類的生活習慣 甚至是對每個人的娛樂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不能外出就自然多了待在家裡的時間 很多人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了VTuber 雖然VTuber不是近兩年才出現的產業 但能有這麼爆炸性的成長 我覺得有很大部分的原因還是和目前不太能外出有關 而VTuber還有一個魔力 當你進行第一次接觸 認識你的第一個推之後 不知不覺間你就會越推越多 等你回程的時候 你已經是個全婆全推機器了 每天都有跟不完的直播 要是有直播的時段重複了 也堅持不看重播 把電腦設定成分割畫面 就是要一次在第一時間全部追完 為什麼 這樣才有愛啊 被喜歡的東西包圍就是爽 但是在最近突然產生一種現象 它好發在我們這些重度VTuber粉絲上 這個現象可能說來就來 它會讓你覺得突然好像沒那麼喜歡自己的推了 在日本還給這個現象取名叫做推類的現象 顧名思義 會淡化你對VTuber的愛 一切似乎變得都無所謂了 直播不再有吸引力 不再是低順位 人生頓失生活重心 根據出現推類了現象的觀眾的說法 大概有幾種可能會致死這種結果產生 首先是超級留言及斗內丟太多了 已經影響到日常生活中的開銷 更甚至有造成家庭關係失和等等 錢不是萬能但沒錢萬萬不能 每天都處在這種經濟壓力之下 總還是要想個辦法讓自己走出來 最後就會間接造成對VTuber失去興趣 你可能想問 真的有人會這麼瘋狂 丟斗內丟到自己沒錢吃飯嗎? 人類不是完全理性的生物 早在VTuber出現以前 有些人也會為了能參加演唱會拼命存錢 三餐只吃泡麵 斗內到傾家蕩產 有點像是這個威力強化版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大眾的原因 VTuber有一個優勢 在觀眾看來 VTuber是一個有感情的惡事員角色 就不會像一般現實中的公眾人物 會有醜聞或黑幕的問題 讓觀眾可以追的安心 看的放心 買的開心 但事實證明 就算是VTuber還是會傳出一些負面新聞 畢竟說到底 VTuber裡面還是一個人 人非聖賢 人無完人 要討好每一個觀眾是不可能 可能說了某些事情 某些觀眾很難接受 那他可能就會想要棄坑 這個我還蠻能體會 我也是那種人家講了什麼就會破防的人 最大的地也就是有交男朋友這種的 不光是說你現在有交 講以前有交也會讓我直接粉碎 不是說不能交男朋友 你不要講出來讓大家知道嘛 人本來就是會擅自抱我期望 擅自想像 最後自動破防 不是 你想嘛 上一秒他還在跟人家貼貼 還在百合營業 下一秒就說 我之前和哪個男生交往過 誰聽到誰崩潰 我不否認我的確是抱著一種偶像崇拜的心態在看VTuber 偶像就是要那種夢幻的感覺 怎麼樣是夢幻 就是要完美 講誇張一點 偶像不會上廁所 他們只會生產彩色的雲 就連汗也只能是蜂蜜糖漿的味道 當然也不能交男朋友 當然這個說法是比較誇張 畢竟那是人家的私生活 這都要管事太過分了 我也知道這不可能 但至少給我一個自欺欺人的機會 不要把這個美麗的泡泡戳破 最後一個大宗的原因就是時間實在不夠 為什麼像是抖音這種上傳短片的平台會迅速崛起 連帶YouTube也推出了短片專區 上傳各種幾秒鐘結束的影片 某種程度上他反映了現代生活是真的很忙碌 忙碌到我們不得不簡化很多事情 甚至是娛樂 大家對一部幾十分鐘的影片已經失去耐心 轉而選擇只有幾秒鐘 很快就能達成娛樂效果的短片 直播節目大概都是以小時作為單位 某些VTuber更狠 一次播十幾個小時 好像都不用吃飯睡覺上廁所 但是一般的觀眾要上班上課啊 沒有那麼多時間 還要去整理今天誰有開誰沒開 每天都比狗還累 要兼顧上班上課的表現 回家後還要全力運轉 當一個超級粉絲 四處蒐集情報 管理設備 確保一次能看好幾台 這就是本末倒置 看VTuber本來是為了好玩 放鬆嘛 最後卻變成一個壓力來源 就不想看了 也曾經有人問過我們的486 感覺好像有點膩 但又不想要真的對VTuber失去興趣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才能解決這個有點矛盾的心態 486就有講 他看殷屍路也是這樣 看到後面突然覺得很無聊 就放著不管一陣子 想到的時候再回來看 到時候興趣又回來了 如果是已經出現這個情況的觀眾 這個方法推薦給你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宅 下次見 オERE規 kuv 好 想кра 深夜 哇 0 看一下